澳门即将选出第四届行政长官 从温客99年澳门推选出 第一届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报道 大会就是由推诿以一人一票 在选票上剔出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 选票上的五个名单 是筹委会主任会议 确认九个报名人资格之后定出的 出席会议的196名推诿 然后就逐一投票 点票是即时宣动 何可华 何可华一直领先 当另一个参选人欧宗杰 获得20票提名的时候 全场鼓掌 欧宗杰 最后结果 何可华以125票 欧宗杰以65票 成为第一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 其余三个参选人 琉球梁四超超得2票 梁牌康就是0票 全部落选 筹委会副主任何鸿生就说 当中是有同情票 这个同情票 就是不要搞到只一个当选 起码都多个好看点 那些人都认为对的 我也认为对的 原本也是推诿的何可华和欧宗杰 因为参选已经辞去了推卫的职务 何可华虽然也是筹委会的副主任 就备职全日都没出现 何可华在当选之后 是发表书面声明 说会继续努力投入竞选工作 争取更多人了解他的参选普库和正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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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